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然一个媳妇孝顺不孝顺自己的父母 儿子的作用也非常重要 儿媳妇孝不孝顺 关键取决于儿子 看儿子优不优秀 儿子不优秀肯定不行 不要一说好像都成了老婆的事情 我记得过去和朋友聊天 当婆婆要明白一个道理 女儿媳妇要同样看待 一碗水要端平 媳妇也不容易 上有老婆婆公公 下有小久儿久直会心烦 你不能怪媳妇不孝顺 只能怪你儿子没主见没本事啊 对不对 你儿子没本事没主见啊 对不对 你儿子不优秀啊 你怎么能让儿媳妇管你啊 儿媳妇离开了她的亲人父母 离开了她的近人兄弟姐妹 她嫁到你们家里面 人生地不熟的她不容易啊 你作为婆婆怎么办 对不对 你要理解啊 你要想一想啊 我们到底错在哪里啊 对不对 我们今天对儿媳妇是不是 不是像和对女儿一样的 这是值得我们大家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啊 啊 儿媳妇一吼 立刻就不行了 这个儿子为啥没能力啊 还是慈母多拜儿呀 对不对 教育不得的 所以我们看任何事情要看忠心 不要看显出来的结果 儿子的家教教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啊 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说直播间的朋友们 大家认真学呀 认真学呀 非常了不得呀 你认真把弟子徽学习 把我讲的经讲弟子徽 你学好了 你就知道如何做人了 你就知道什么叫开心 什么叫明白 什么叫正能量 什么叫正能量 我真的就看到过这样一个家庭 我们农村有炕 婆婆就会坐在炕上 三个儿媳妇回家看婆婆 争着去厨房做饭 这种场景是我一生难忘的 三个儿媳妇争着做饭 三个儿媳妇争着给钱 为什么 这三个儿子对老婆说的同样一句话 你对我父母要不孝顺 我一定跟你离婚 这三个儿子确实很有本事啊 人家有能力呀 所以儿媳妇对他的母亲父亲 恭恭敬敬的 恭恭敬敬的 我们自己想一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感谢金钱丰盛啊 谢谢谢谢 这就是我们大家要清楚 真正要明白的事情 我们的大家族就是一棵大树 我们的父母长辈 就是家族的根 父亲是树干 孩子财富健康 和一切美好的食物 是树的树枝花果 只有孝顺了老人 这棵大树的根才能 根生啊 枝叶才能旺盛啊 直播间的朋友们 孝敬父母的爱 是有根的爱 爱孩子亏了爸妈 就是无根的爱 无根的爱 最后导致的结果 就会变成恨 变成怨 变成仇视 变成仇视 这就是我们大家 要真正懂得 真正明白的事情 就像苏老师今天说了 跟婆婆不能讲理 跟丈夫也不能讲理 为什么呀 家里是讲情意恩义的地方 不要讲理 讲理就没办法活了 讲理就没办法过了 讲理就没有办法过了 我们只有真正的努力加油 创造奇迹 才能让我们的人生 活出不一样的自己 大家要下功夫啊 只有这个根生了 同时也就这个枝繁叶茂 我们得到一定是硕果累累 因此你只要去耕耘 孩子财富健康 和一切美好的果实 你都能收获 你都能收获 我们今天只要讲理 就会吵架 今天只要讲情讲恩 我们就会和谐 今天我们要跟万物和 父母跟你不和 你跟他和 丈夫跟你不和 你跟他和 孩子跟你不和 你跟他和 妻子跟你不和 你跟他和 我们继续努力去和一切人 一切物 就可以了 我爱人为什么贤惠 原因与我自身也有关系 我对岳父岳母很好 他很感动 如果用表现他感动的方式 我就 就是对我父母好 所以说啊 这本经讲弟子归里面 有太多的内容 都是讲我跟我妻子 如何相处 如何孝顺 双方父母 如何孝顺双方父母 好用重新开始 你是自己的命运设计师 做个有福人 经讲弟子归 全部里面 有我跟我太太的一些相处 交往 所以说大家认真去看 大家认真去看 我看这本书 已经82本了 他只有500本 只有500本 只有500本 大家下功夫 大家下功夫 特别特别好 特别特别好 这本书 大家认真的去学 用真的去学 就可以用真 用心的去学 用心的去学 实际上她脾气也不好 我太太脾气也不好 大家注意没注意 她说话的口气 是不是 那是很强势的一个女士 我讲课的时候讲过 为什么讲过 我娶她的时候还没娶呢 对不对 还没娶的时候呢 我岳母跟我说了 你老婆脾气坏 你看跟我生气 把门都踹坏了 我一看 那个门 踹了一个洞 当时我自己就想了 踹坏就踹坏了 我要当她的灭火器 我要当她的灭火器 是不是 所以说直播间的朋友们 大家不用担心 我老婆跟我结婚 16年 我告诉大家 我的脾气坏 人家的脾气好 人家不发脾气 从来不发脾气 人家经常性 给我讲道理 人家经常性的鼓励我 人家经常性的开导我 人家经常性的 帮助我 那真的是帮助我 他真的做到了 在外捧丈夫如天 在家 爱丈夫如子 所以说人家苏老师就没脾气 我脾气是非常非常大的 脾气还特别坏 人家呢 一年两年 十几年下来 没火器了 你看苏老师讲了一句话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真听 有没有认真听 他讲了 女人是一所大学 丈夫和孩子优不优秀 取决于女子 取决于女子 真的是这样 直播间的所有朋友们 我们大家想想 女子要拿自己对丈夫的特殊影响 祝福成德 不要累福成罪 不要累福成罪 我们自己想一想 真的是这样 太优秀了 我妻子 真的太优秀了 女人真是一所大学 要不我对我的太太叫什么呀 叫苏校长 叫苏校长 为什么呢 我认为她是管我的 别人把我叫老师 说你怎么这么优秀 我说我们校长管理的好 是谁呀 就是我的妻子 叫苏校长 她把我管得好 把孩子管得好啊 她是我的校长啊 我们自己想一想 直播间的所有的女士 你们要当好校长啊 丈夫优不优秀 妻子优不优秀 儿女优不优秀 全在于你们呀 我连迈的时候听过很多女士 丈夫出轨呀 丈夫赌博呀 丈夫不孝顺啊 我告诉大家 你这个校长有责任啊 你这个校长 没有当好啊 真的没有当好啊 直播间的朋友们 大家要好好的问自己 我们今天是不是一个优秀的女人 对不对 人家苏校长不光是给自己贴面膜 让我也贴面膜 我们自己想一想 人家天天鼓励我 穿着衣服都要注意 我呢是 哎呀 大二挂子 让我们闪心人讲的 我自己从来都不注意 我经常穿个正装 脚底下还要穿个运动鞋 人家就说了 你要穿皮鞋 不然的话 你这不协调啊 对不对 所以我经常告诉大家 男人女人都要活成了 精致 不要活成邋遢 我们要成为这个世界上的浩然正气 精致的亮丽的风景线 好不好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努力 一定要学习啊 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的 了不得的事情啊 非常非常了不得的事情啊 实际上他脾气不好 可是跟我以后 人家苏老师 我的妻子就没有发过火 就没有发过脾气 为什么呢 我从来不大声对父母说话 把他也影响了 如果我们自己对父母都在不断的冲撞 你的孩子也会学习 久而久之 在一个压抑的家庭 所有人都会被这种气氛 所影响 所影响 久而久之呢 孩子就会目无往返 就会不听话 我遇到很多人 对父母经常顶撞 他的孩子也就这样 我们今天 孩子对我们的态度 就是我们对孩子的态度啊 直播现在朋友们 大家自己想一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大家真要明白和懂得啊 对不对 真的要清楚啊 我遇到很多人 对父母经常顶撞 他的孩子也是这样学习 骂自己的爷爷奶奶 和骂小孩一样啊 你看这种孩子就知道 家庭教育有多失败 我们不要认为这是小事情 是大事情啊 太大的事情啊 那我们如何去做 我们如何把自己变好啊 直播间的朋友们 大家加油啊 今天努不努力 不怪八子 不怪风水 不怪大师 不用求神拜佛 求自己啊 我们今天有后德 我们今天努力 我们创造奇迹了 那我们的人生就不一样了 所以教育孩子 一定要以身作则 复应件的问题 都是原件的问题造成的 要知恩报恩 你对父母都很恭敬 那你的妻子孩子 哪有不恭敬你的 哪有不忠敬你的 我妻子特别自爱 大家都知道 不花男士的钱 从来不去歌舞厅 不去一些乱七八糟的地方 人家自己特别注意啊 至今为止 人家的点点滴滴 都非常注意 你看我讲课这么多年 除了大家能看到我夸他以外 苏校长从来不参加 我的任何活动 不参加 他只管把家管理好 只管把双方父母孝敬好 那真的是 本本分分的做一个慈母 闲闲会会的做一个妻子 孝心满满的做一个女儿 做一个二媳妇 你看对不对 苏老师从来不来我直播间 我在任何地方参加活动 从来也不参加 我都是独来独往一个人就出去了 你出去很长时间 我们自己想一想 我们今天有没有做到 对我的信任到了极致 有一段时间我妈跟我妹妹都不相信 都不相信 为什么呀 给我老婆 给我太太苏老师就说了 我哥天天在外面跑 我儿子天天在外面跑 你就不怕别人把你追跑了 人家苏校长就说了 我放心 我信任 我什么都不害怕 我们自己想一想 人家多有自信啊 我们想一想 多有自信啊 是不是 这就是我们大家 要努力呀 要加油啊 我们教育孩子 让孩子知道 知人报恩 你对父母都很恭敬 那你的妻子孩子 哪有不恭敬父母的道理 同理 女婿为什么不孝顺 岳父岳母 与女儿也有很大关系 我们一定要明白 一切过时根源 来源于我们自己滋生 不要怪其他人 没必要怪其他人 真的不需要怪其他人 我现在从小就培养 儿子知人报恩的心 母亲过生日 爷爷奶奶过生日 让他给他母亲磕头鞠躬 我还经常给我儿子讲 儿子 你以后不孝顺 爸爸都可以 但是一定要好好孝顺你妈妈 你妈生你的时候 肚子痛的放生痛哭 但是为了不影响你的身体健康 连催生针都不大 你妈怀你的时候 妆也不化呀 对不对 疼爱你 疼爱到了极致啊 别人让孩子都去 去小饭桌 我太太是全心全意的 一天接六次孩子 大家想想 早上送去接回来 中午送去接回来 晚上跑过去 又把孩子接回来 一天就给学校跑六次 接送孩子 孩子说了 我不去小饭桌 我在小饭桌睡不着 要不我太太 今天下午给大家讲课的时候 对孩子一定要陪伴 直播间的朋友们 你们谁能做到 一天接六次孩子 来回六次接三次 我们自己想一想 谁能做到对孩子的这种爱 我们今天富没富出 我们今天有没有把孩子 把父母当成我们人生的 头等大事啊 我们自己想一想 我们要明白 我们今天要懂得呀 我们要明白 我们今天要懂得 今天我们是不是给父母 给孩子真正的付出了 真正的付出了 儿子瞪大眼睛 看着我不明白 为什么我说你妈妈本身很漂亮 比现在还漂亮 因为生你以后 脸上就开始长斑 在怀你的时候 她吐吐的很厉害 都吃不上饭 她怕伤害到你 都不愿意去吃饭 吃药 宁愿自己受这种痛苦 她为你付出如此之多 你不孝顺她 怎么可以 怎么可以 对不对 作为丈夫 要长寄妻子的辛苦 在孩子面前夸 妻子之德 让孩子对妻子崇拜 这样才真正的能体现 我们今天的疼爱 今天的疼爱 我儿子一听 就跑到我爱人跟前跟我说 我爱妈妈 我爱人听完以后很高兴 对儿子说 你看你爸爸起草贪黑 在外面天天工作 养活咱家 咱们一家人 付出太多太多 很辛苦啊 你不孝顺妈妈都可以 你一定要孝顺你爸爸 你爸爸还要养活你奶奶 还要养活你老爷姥姥 还有你 帮助你舅舅姑姑 付出非常多 夫妻之间要在孩子面前 妻子在孩子面前 恕丈夫之忧 丈夫要在儿女面前 恕妻子之爱 只有这样 孩子才能 宗敬爸爸疼爱妈妈 这个时候的孩子 才是优秀的 感谢李院长 感谢李院长 我们今天很多女子 抓住孩子就会讲 你爸这不好 你爸那不好 我们现在有很多 丈夫抓住孩子也会讲 你妈没本事 你妈啥都不会 夫妻相互捧 相互夸 夸出一片祥和 夸出家庭安逸 夸出家族的兴旺 这才是我们学习 弟子归真正的目的 我们今天能不能真正的这么去做 我们懂得这么去做吗 我们今天都没有做好啊 不懂得我们今天不明白 感谢李明宏院长啊 谢谢谢谢 你们那边有疫情呢 照顾好自己啊 照顾好自己啊 所以我们大家要努力啊 要加油啊 所以我出差时 儿子经常打电话给我说 爸爸我想你啊 你包括我来直播 我儿子小儿子经常都问我 爸爸你今天晚上还直播吗 我说我要去直播呀 他说你能不能不直播陪陪我呀 过一会儿又很懂事 那你去讲吧 那么多的朋友 那么多的叔叔阿姨 都想听你讲课呢 希望你讲的课 能帮助更多更多的人 大家想一想 我给大家讲课的时候 那可是放弃了陪妻子 陪孩子的时间呀 目的是什么 希望你们幸福 希望你们快乐 希望你们能创出 造出自己的人生奇迹呀 直播间的朋友们 大家努力呀 大家加油啊 我来这个地方工作室讲课 为了摄像 录制视频 最后传播出去 我在家里讲课的时候 儿子呢 还会不停地跑来 给我送点水 我给我端杯茶呢 我们想想 孩子都不需要教 孩子都不需要教 大家在直播页也看到过 对不对 轩轩跑来给我送水果 是不是很暖心呢 是不是很感人呢 来我们自己想一想 感谢杨姐送的礼物啊 这就是我们大家要真正懂得 真正要明白呀 我一直告诉我老师就说了 只要我有一口气在 我都会把中华文化讲下去 让更多的人明明白白做人 清清楚楚做事啊 我经常说 这个世间多于孝子 监狱就少于犯人啊 我们中华文化 真的像孔子讲的那样 大同世界 大同世界 为万世开太平 我们中国文化 我相信一定会让这个地球上 越来越祥和 我们在践行 孔子他老人家所讲的内容 让万世太平 我们今天看到的非洲 我们今天看到的海地 有很多国家都在吃泥土 有很多国家 孩子们还在受恶 我看到新闻 每一分钟都有那么多的孩子 饿着肚子 我们今天要践行孔子讲的 大同世界 要践行释迦牟尼佛讲的 极乐世界 要践行 古圣先贤讲的 我们要做中国文化的搬用工啊 直播间的朋友们 大家努力 你看一个疫情 我努力的鼓励自己学直播 学直播 通过直播 能影响更多的人 一起学习中华优秀传动画 我们今天的平台 两个平台 还有三千多人 非常轻松 非常方便 你们将都是一离中华文化的种子 在你们那个地方 都会生根发芽 把中国文化传出去 有可能因为你们送一本书 转发一篇 传统文化的视频 或者是文章 将会帮助一个家庭 换回一个人的良心 太了不得了 我们今天为孔子 为十方圣贤的志向 为万世开太平的目标 我们去努力 我们去加油啊 我们去活出 不一样的自己 我们教育孩子 一定要用这种方法 可是很多母亲 动不动就对孩子说 你看都是妈管你 你爸什么本事都没有 父亲说你看 都是爸给你钱 你妈在家里 跟个管家婆一样 什么都不干 这个就不对了 在子女心中 你们互相损害 丈夫损害妻子 妻子损害丈夫的庄严形象 这种教育 只能导致我们失败 不能成功 培养出来的孩子 既不宗敬爸爸 也不孝顺妈妈 一定是家族的败类 非常非常可怕的 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怕的 谈到我们家儿子 不是老夸他 很有意思的事情 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我和我爱人在外面说话 刚吃完饭的碗 在厨房洗碗台里面没洗 儿子会趁你不注意 跑去给你把碗洗一遍 我们以前老怕孩子 把碗打碎 可这也是孩子表现 孝心的方式 于是我们还是鼓励他多做 让孩子多做家务的好处 实际是非常多的 直播间的朋友们 用出来的孩子是人物 宠出来的孩子是宠物 人物啊 能顶天立地 宠物就会啃老 我们今天把孩子不能培养成才 不能培养成对社会国家 有用的人才的时候 我告诉直播间所有的朋友 我们将是最大的缺德 真的 我们连迈的时候听到 40多岁的孩子还在啃老啊 40多岁的孩子还在算计 爸妈的工资和钱呀 我们想想 作为父母就是亏了自己的父母 疼爱了自己的孩子 这种无根的爱 将会让孩子变成恨 让孩子变成凶残 让孩子变成对你们不踪敬 让孩子亏了孝道啊 我一直在讲 我们为天地利心 我们为生命利命 我们为往圣祭绝学 我们为万世 开太平 我们践行 孔子 践行这些圣贤人讲的 为万世开太平 让这个大同世界 能在我们这个地球上 生根发芽 让更多的人 家庭和谐 国家兴盛 国与国之间 人与人之间 相情相爱 因为我们是地球村人 真的是这样 直播间的朋友们 中华文化 非常了不得 我们去加油 我们努力去做 我们活出奇迹来 让我们的人生 就不一样了 我们让孩子做家务的好处很多 真的真的是非常的多 希望我们直播间 所有的朋友 让你的孩子动起手来 做家务 就像我八岁就学会 擀面条蒸馒头了 我在十二三岁的时候 就会喂猪 喂鸡 喂羊 喂牛了 我十二三岁的时候 我就种了六亩地的辣椒 我都开始种地了 赚钱养妹妹了 在我有记忆力中 我就没有啃过老 没有花过爸爸妈妈的钱 我在2002年 给父亲盖了房子 2003年 给妈妈买了房子 我2005年 2005年 给自己娶了妻子 2007年 给自己买了房子 我在2009年左右 给妹妹买了房子 帮忙买了房子 真的 让孩子干家务吧 用出来的孩子是人物 宠出来的孩子是宠物啊 人物能顶天立地 宠物光能坑老 直播间的朋友们 学习弟子规 做幸福快乐的中国人 今天的这两堂课 到现在就结束了 我们明天早上 九点开始 运气提升法则 随身自查手册 欢迎大家继续在直播间 找到自己的缺点 挖掘自己的优点 我们要大变黄人 创造奇迹 让我们的人生 一定要优秀 直播间的朋友们 你们要超过秦东奎啊 他小学都没毕业 你们要超过秦东奎啊 他都上了天安门 参加了阅兵 对不对 你们要创造奇迹 努力不肯老 我们一起做 中国文化的办公 创造奇迹 让我们的人生 活出价值 我们要活出 我们人生的一抹红 好不好 我特别喜欢红色 代表生命力啊 代表感动啊 代表阳光啊 我们今天要加油 我们今天 要让我们的人生 万子千红 要让我们的人生 与众不同 释迦牟尼佛是人 人家都成佛了 孔子也是人 人家成了圣贤 老子也是人 人家成了圣贤 我们也是人 我们即使追不上孔子 追不上释迦牟尼佛 追不上老子 我们也要追他几步 让我们首先成为一个 有价值 有贡献的人 我们上对得起祖宗 下对得起子孙 让我们成为 这个地球上的浩然正气 好不好 直播间的朋友们 大家能听懂吗 能听懂 来一波酒 我们今天的课就结束了 大家需要拍卖的 拍一会卖 拍一会卖 我们今天的这个课 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 就彻底结束了 希望直播间的朋友们 我们不要远离 我们连续21天培养行为 早上9点和晚上8点 是我直播 下午3点是苏校长直播 希望直播间的朋友们 有时间尝进来 每一堂课都不可复制 每一堂课都是唯一 现场听和你看回放 完全不一样 你只要有时间 你只要把这个事情 当成你人生的第一等大事 你一定会创造机会 继续的学下去 人家也是人 人家成了圣贤 我们也是人 我们为什么不创造奇迹 变成最优秀的自己呢 若干年以后 你一定会感谢今天的自己 因为你听了一堂课 可能改变了你的人生 改变了你的观念 唤起了你的良心 让我们更有价值 让我们更懂得明白 苏老师也在我的平台 还有他的平台 平台都在直播 同时这些平台都会开 好不好 好 再一次的感谢大家 大家需要排卖的排卖就行了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